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彼此是因为热爱火仪的心凝聚在一起 难能可贵的地方还有所有表演道具 还是靠着团员们自己DIY突发奇想转换成真 成军将近八年来一路走来相当不容易 从一开始的默默无闻到逐渐累积民气 光是过去要练习还得在户外到处找场地 带有去越火的关系 屡屡遭到民众检举或者被警察驱赶 四处流浪的日子 还好现在终于有一个像家一样的训练场地 而理想跟现实他们也曾经狠狠被拉扯撕裂过 每天超过八小时的苦练 周末到夜市表演或是出席商业演出 即使没有稳定的收入 但坚持下去的动力不是钱 而是那份向往梦想的初心 而这群玩火的年轻人 曾经缔造了是奇迹 把台湾火舞精彩表演成功登上了央视春晚 达人秀还有国际各大艺术节 历经整整两年的疫情冲击之后 即使火舞团少了表演机会 但他们依旧没有放弃 克服困难精心创造新剧 现在熬过了最惨的低潮之后 带着更强大的功夫底蕴 继续朝的梦想迈进 希望可以把台湾火舞的温暖送给全世界 让更多人认识台湾 我觉得猴舞最美的是 当你能够掌控这个火焰 并且让它跟你身体上有更多的融合 火焰它像是有生命力的 它像是一颗心脏 你问我最喜欢舞台的哪一刻 我会说任何一刻 我更希望就是说有一天 有一天我是可以改变 改变大家对我们的想法 而是不再害怕我们这些亡火人 而是为我们感到骄傲 可以以以为的 音乐以下摒弃凝神 充满力与美的精彩亮相 是抓住观众目光的关键 他们是台湾少见的全职火舞表演者 即将成真火舞团 眼神看准 solo的眼神看准 加油 不错不错 很好 音乐暂停 你这个 我们solo这段再来一次 你要记得是你出场的时机 要再提早 每次排练精益求精 特别的是 他们大多不是表演艺术科班出身 最大的共通点 仅仅是因为拥有一颗热爱火舞的心 我记得我第一次拿起火棍的时候 火就顺着那个火棍的上方 烟烧上来烧到我的大拇指 然后觉得很烫 就那一刻我才真的知道火是真的 而且很烫 对 但我也因此觉得 我好像只要转了这个东西 玩了这个东西 我就不一样了 没有人是觉得说 火舞是可以当饭 是可以当职业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是给自己一个目标 我想说 如果我这些事情可以做到 在台湾明夜前吗 火舞比赛 如果可以拿下全国冠军 那我就给自己三年的时间 如果三年做不好 的话我就转职 那刚好那一年 我们就是 我那一年就拿冠军了 两位团长绰号豆腐的郭艳甫 和菜头蔡宏毅 两人是高中时期的学长学弟 因为萤火晚会接触到火舞 进而成为梦想 八年前 他们毅然决然组团 从2014年至今已汇聚了20多位 志同道合的伙伴 我们其实在服装组一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测试过大概什么样的材质 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 因为有时候弹性 太弹性的材质 然后它烧了之后会融化 融化之后会黏在自己的身上 那种材质对我们来说是最危险的 这块就是防火毯 六 七 八 十 哦 这真的蛮好的 那我要这样 我要吃掉了 我自己从小是读国立台湾戏曲学院 那我自己的主修项目就是民俗技艺式足迹表演 我就认识了他们 然后他们就是听到我是练足迹的 然后就觉得我好像很神 他们就看到我有一个火桌子的表演 菜头就随口说一句 你还不要把桌子点火啊 而在这个团队里 每个人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现在要做的是就是 我们的最基础的一个道具 它叫做POINT 然后也是火球 它的一个焊接的动作 不止活舞演出的服装和道具 舞台上的火焰装置艺术也由团员亲手打造 这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装置艺术 然后是火焰的装置艺术 叫火焰摩天轮 然后这是其中一个车厢 就是其实台湾没有任何人做过火焰的装置艺术 然后我是唯一一个 我们这个是有在哪里亮相过 这个我们在花莲的城市艺术空间亮相过 我们到底要把什么样的东西点一把火 然后我们也会仔细思考说 什么样的表演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火 属于台湾的火物 我是戏曲学院 就是出来的练煮销呼拉圈 火呼拉就是我主要在表演的项目 后来又发展出更大象的像是火群 白天的火舞跟晚上的火舞其实很不一样 白天的火舞你会看到很多的演员的身体 演员的表情演员的张力 可是晚上的火舞你可以看到 看到的更多的是火焰的亮度 那跟火焰它的形态的变化 炙热的火焰绚丽夺目 激昂的演出令人震撼 他们深入全台各地角落做街头演出 将火舞的魅力展现在大众面前 更用火焰捂出自己的故事 它不只是一个有重量的道具 它更重要是它有一个时间性 当它点起火来 你要知道它什么时候最热 然后它什么时候会冷却 你要配合它的燃烧的状态 你要给它一些呼吸 以前啊我就会觉得说 火舞就是好玩 然后就是好像我应该要追求一些 很技巧的东西啊 然后很炫目的效果 然后越玩越大 越来越热越来越烫这样 但是随着时间过去 其实会慢慢觉得说 那个是一个表象 我们想做的呢 是藉由这些不一样的火 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温度跟感受 不过火舞是高危险表演特技 训练过程干苦难以想象 火焰也会随着环境而变化 在他们身上都曾留下大小不一的火吻印记 很大一片而已 对啊 一个上胸 所以才住院啊 衣服下胸口的伤疤显而易见 30岁的团长郭艳甫 人生中有大半的光阴与火焰交织 但在24岁那一年 却因演出疏忽 严重烧烫伤 就是我比较平步轻云 所以我就是变成一个比较骄傲的人 所以我在有一次表演的时候 只有我自己一个人 然后我就可能 我略掉了很多防护的步骤 我就直接上场了 我就这我已经演100次了啊 然后我衣服就烧起来 已经过了20几秒了 所以我这边就是 酸食全身11%的三度灼伤 住院住了17天 加护病房 那你自己在受伤的时候 有想过要放弃吗 哦 我大概想1000次吧 当然有想 对 可是我觉得一直支持我是说 首先我身边的人都没有放弃 比如说菜头 所以经过了那一次的事件 我觉得对我最大的改变 我永远都在想 这些事情的风险 会不会造成我的团员受伤 会不会造成我们的 团那个观众受伤 满腔热显成团 除了学习与火焰共处 经营表演艺术团体更是不容易 他们也曾在理想与现实中拉扯 一路叠撞 首先我们当然是完全没有表演的机会 但除了没有表演的机会以外 我们可能甚至在排练的时候 都会被赶走 点火排练之后 如果有民众看到觉得我们好危险 就会打电话叫警察 我火舞团在台上做表演 我们台上有六个人 台下至少要有二到四个人 做安全维护 所以在人力上在资本上 它是一个非常高成本的一项表演 火舞是明火表演 场地与环境都有重重限制 火舞表演者在台湾一度难觅舞台 郭艳甫和蔡宏毅最后决定带领团队 先远征世界再红回台湾 这群玩火的人成功登上央视春晚 展露锋芒 也获邀到各国艺术节演出 更被誉为全亚洲最具生命力的 火舞团队成为台湾之光 当时我们遇到的困难是 政府觉得火舞很危险 所以我们必须向他们证明 在足够的安全的防护底下 我们是安全的 观众也是安全的 所以我们才用这么多的履历 跟那么多的舞台经历 去证明这件事情 而如今我们算是做到了 因为我们就是从 从火舞是在台湾是过街老鼠开始 发迹的 然后因为就因为 受到了很多不太平等的对待 我更希望就是说有一天 有一天我是可以改变 改变大家对我们的想法 而是不再害怕我们这些玩火的人 团团的火焰深腾的感动 他们不仅将民俗技艺融入表演 更抱持着续写文化的使命 期盼台湾火舞永续传承 并让全世界认识台湾 应该说找到台湾的火舞的根吧 因为太多太多的技艺了 像全世界很多很多火舞表演 他们都只想要去呈现 火舞很危险 但这个不是我们想说的话 我们想说的事情是用火 去说一段故事 这座岛的故事 台湾的故事 从默默无闻到累积名气 从街头看夜市演到大型舞台 台下的观众更从十多人到上千人 成就的背后是苦练与累积 更是坚持与实践 因为我们因为疫情没有办法出去表演 甚至连在台湾的表演都会被取消 但是我认为最大的影响是人 是我的团圆 因为疫情遥遥无奇 没有一个尽头 一起打拼的伙伴离开我们 对我来说这才是疫情对我最大的影响 是蛮难过的 非常舍不得 我们这群伴很厉害 只要等到疫情过去 文艺复兴的时候 我们一定有办法再带着台湾的火舞 去挑战全世界 我相信接下来会越来越好 等到现在 我们熬过了最惨的这两年 大家也越来越强了 珍惜每一刻站上舞台的机会 透过数百场大小演出 火舞团成员们 传递出感动人心的力量 而观众的笑容与掌声 正是他们持续迈进的动力 有一次我街头演完 大敬礼结束之后 突然有一个老奶奶 她就拄着拐杖 慢慢地走上前 然后她就突然放下她的拐杖 张开双臂这样 把我紧紧地抱住 她就说 妹妹你真的很棒 你们真的很辛苦 但是你们真的做得很好 就是我们都看见了 好感动哦 对 现在想到还是会很感动 火焰可以是温暖的 可以是明亮的 可以是传承的 可以是充满希望的 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 他们都把他们的期待感动 回饰给我们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说 我们要继续把这份感动跟坚持 努力地传承下去 成团近八年 2022年终于拥有一个像家一样的排练场 出自建筑系 电机工程系等不同领域的火舞团成员 齐心打造竹梦的空间 在这里继续舞动他们的表演人生 火舞现在是我的生活 是我的生活重心 我已经全部都给他了 不管是时间啊 不管是精神 我都已经给这个表演艺术 就算是去过了很多的国家 回来 我都还在进步 对 他还没有让我停止 所以我的人 就是火舞人生 就是还在进行中 火舞的火对我来说不是火焰的火 是伙伴的火 一个人再一个火 这群伙伴每次表演 每次羡慕都让我非常非常感动 我们一起热爱舞台 一起挑战台湾挑战世界 那你们台品叫第一张成真 你觉得现在成真了吗 不知道有没有成真的那一天 对我来说真的成真的时候 是台湾的人真的对我们很骄傲 那一刻才是真的成真 一把火焰点燃的是向往梦想的初心 一段青春谱写出这群热爱舞台的表演者 平凡却不凡的人生故事 走过逆境与挑战 逆境扎根与淬炼 他们的火舞之路 持续走在即将成真的路上 长谷的逆境苦滋味 更珍惜现有的一切 延续台湾的故事 我们稍后还要带您关心续写文化的坚持 来看看另一个星火相传的篇章 台湾民俗正投文化 过去常常被贴上负面标签 台南家里集合堂扭转形象 九成团圆高学历出身 严格规矩自律传承文化 也擦亮百年招牌 欢迎回到新闻思想起 文化的传承 尤其在宗教上 有许多的禁忌与传统框架 但谁说百年代代相传路上 不能给予革新与反转呢 接下来我们就带您看看 八家将的故事 台湾特有的民俗正投八家将 在神明出巡绕镜时担任开路先锋 那么肩负就是正煞除恶的重要使命 原本相当神圣的工作 但由于参议者大多是血系方刚的年轻人 也因为不断发生的社会世界 逐渐逐渐被外界贴上 所谓的八家九 坏孩子负面标签 不过今天的故事主角将彻底颠覆 大家既定的负面印象 来自台南家里集合堂 有这么一群全台湾学历最高的家将 全团二十多名成员当中有超过九成以上大学毕业 其中还步伐硕士生博士生 每一个人都有正职 甚至还有的是大学教授 而这个缘分就要从团长 陈锡敏 这位留美归国的硕士房仲开始说起 2013年 他看到拥有百年历史的家将馆 也就是当地的信仰中心 集合堂遭逢祝荣之灾 平日保佑地方的神明 生姓国海 当时他就发愿了一定要帮神明找个家 同时为了找回一般人对家将跟镇头的尊重 举凡飙车 吸毒 有不良协性者 集合堂通通都不收 严格规矩跟次力 要谨守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 一点一滴智力恢复家将的光荣传统 Friday night 黄欢夜 年轻大男孩们凑在一起 好像在酸酸什么大计划 拜托你前面一点点 对啊 等于我两个一人会来 你没骗我会靠你妈妈 我会去人家弄 我真的靠你妈妈 我现在有你妈妈的 我靠你代 到底是要夜冲还是要夜唱 眼看时候差不多了 大伙不约儿童起身 竟然是八家将的正法练习 这些大男孩都是台南家里集合堂的家将 收起嬉皮笑脸 随着罗古典 在狭小的路边空地 专心肃木 熟记步伐走位 罗古生回荡在民宅巷弄间 在这个吵杂的牧村三月夜晚 却没有人抗议 连你们都知道 要不是八年半前的一场大火 神明不会这么克难的尾声民宅之中 集合堂它是成立于民国前一年 它是历史非常悠久的家将馆 我认识它的时候是知道 它发生火灾烧掉了 那那个时候我是工作是房屋仲介 那我觉得说我可以帮人找房子 那我也希望给神明一个家 陈锡敏是刘美行销硕士 他怎么也没想到 想帮助神明及信众的念头 竟然让他的人生大转弯 从仲介摇身一变 成为镇头文化的传承者 他开始召兵埋骂 延续集合堂的百年荣光 首先要立规矩 如果我们知道 他有一些不好的习惯 例如他会飙车 例如他会吸毒 或者他混帮派 我们灵缺无烂 我们不会让这种人进来 集合堂这个百年的招牌 好不容易擦亮 我绝不容许有人把它涂黑 把它弄臭 规定多 规矩年 什么镇头八家九 不读书的小屁孩 在这里通通无法生存 陈锡敏笑说 这份坚持 害集合堂在业界差点没朋友 但也正因为这份坚持 让集合堂的家降组成 彻底跌破大家眼睛 全团高达九成以上是大学毕业生 小刚 名传大学毕业 目前从事水产加工工作 才二十郎当的他 已经跳了二十几年家降 他是从我妈妈的阿祖 开始就有这个家降 那我从小就是在 耳濡目冷的环境之下 然后有一次就机缘巧合 那刚好那一次在练习的时候 文差没来 那我阿祖就半开玩笑说 不然你下去跳一跳看 那时候我才三岁四岁 小刚有家族背景 其他成员可就是正头白指了 应用数学系毕业的阿龙 一开始是因为人数不够 被抓来凑数 而双胞胎兄弟 则是如愿考上国立大学 回来还愿的 我是双胞胎哥哥 我是他弟弟 然后我比他早了两年多进来 所以我算是他的学长 可是我们一起看庙会 看了十几年 其实没有什么学长学弟 都一样 没有 有啦 数学系是理科的嘛 理科就是要讲求数据啊 证据啊 我才觉得 确实有这种东西 可是越参与就觉得 好像不是看不到就不存在 冥冥之中好像有股力量 把团员从四面八方凑在一起 队伍中甚至还有一位 在大学任教的博士 团员们很有兄弟意气 说博士是偷偷跳来着 千万别访问他 否则以后就来不了了 还不到十点 团长就催着大家去睡觉 因为四个小时后 就要起床了 第二个支援开脸的是小智 他是美术系毕业 尽管从事艺术相关工作 但是嘉将神的脸 可不能拿来当作创作画布 他们的这种脸谱 就是百年来 它都是一样的一个型 然后可能会根据每个人 画图的习惯 在一些小地方上有点不一样 但基本上他的整个结构 跟一些逻辑都固定了 他们就是不会改变 保留它原本传统的那种味道 开脸是最磨人又费时的步骤 十一个人组成的嘉将团 起码耗时两个多钟头 按规定 出阵前一晚十点过后 嘉将们必得如素 不尽女色 出发前举行上马仪式 喝下进口服之后 所有凡人的表情或举动 一律禁止 上马之后 我们喝了进口服之后 就是尽量的不开口 就算逼不得已开口 也要弄扇子 遮着你的脸 小声地告诉旁边的 我们的随证 随证的工作人员 我们会认为说 其实你办什么 就要像什么 你脸画上去之后 你就是要抓阿飘 下阿飘 你还有一些人的行为 这样其实是 就无形界可能是不好 这一天 嘉将们的任务 是随同 广胜宫广泽尊王 绕境出巡 这场活动是地方上的宗教盛典 各式阵头动用了超过2500人 睡眠不足的嘉将们 必须顶着一脸厚重的油彩 在烈日下步行 从早上八点走到晚上七点 这根本是意志大考验 每次出证我都会觉得 为什么要来挑八家将 好累啊 凌晨就要起来开脸 因为我又重睡眠的 然后出去又规矩很多 又不能吃肉 就只能吃素 因为我又喜欢吃肉 我又不太喜欢吃素 说实话是 出证的话当然是很不自在 因为不能随便讲话嘛 然后吃要如素 然后加上穿那些装备 也都让身体很不 就是跟平常很不一样 就是不太舒服 可是你就会想说 为了这份文化的传承 然后为了神明 那再辛苦你也会去忍下去 对镇头文化的热情 跟使命感 让团员们咬牙坚持下去 家将出门是非常慎重的 十多名志工随行 隔开看热闹的信众 就怕有人不小心闯证 出状况 不管从人的角度 给表演者的尊重 或者无形界的 对无形界的 他们的一些规则 运行的法则的尊重 都不应该去有闯症的动作 我们应该绕他们旁边而过 如果说记得要离开 就绕着他们旁边离开就可以了 以科学或是人性的角度来解释 很多事情也都说得通 当生活不容易 对于人生无能为力 有人会找心理医师 也有人会求助宗教的力量 对于集合堂成员来说 家将是一份神圣的使命 为神明办事的过程中 一方面带给信众 在混乱世道中奋力向前的勇气 另外一方面延续台湾正头文化 然而八家将最先要面对的课题 其实是社会大众的有色眼光 以及难以去除的负面标签 多多少少会觉得有被污名化的感觉 但是久而久之 我们就要去反向思考说 是不是真的有一些地方 自己做得不够好 那怎么去做得更好 让社会大众 能够去更加的接纳我们 集合堂家将从严谨自律做起 一点一滴赢回尊重 就像新纸从一专一瓦慢慢建起 这过程可能会很漫长 但当浴火重生的那一天 一切辛苦与努力 终将有代价 想要迎回尊重与光荣传统 背后所付出的努力 那绝非外人所能想象的 而传承与革新 去物纯金更是星火相传当中 最不简单的事情 紧接着我们还告诉大家 挑战竞技翻转传统 女子八家将的故事 在过去传统宗教领域当中 大多数的宗庙事物 对女性总是诸多设限 以八家将为例 大部分你看到的都是男性为主 而随着时代在演进进步 宗教对性别的禁忌 也不再这么敏感了 女性能够参与的事情 越来越多 而位于高雄内门的 正宗艺术团 就这么一支 由年轻娘子军所组成的八家将 这群女生们 她们都是舞蹈科班出身 扎实的舞蹈功夫底子 让这一团八家将的阵头 多了几分的柔美跟亲切 而创立在2009年的队伍 团长方宗盈 她就表示说 一开始单纯单纯 只是想要摆脱民俗记忆的瓶颈 找寻更多的可能性 然而在尝试过程当中 被批评的离经叛道负面 始终没有中断过 但是为了将宗教结合艺术 她没有放弃希望 有别于一般八家将 去正煞除妖任务功能 这一团女子八家将 就以民俗艺术演绎为主 只开半脸 非常巧妙避开禁忌 一边保留了八家将的特色跟神格 一边也发扬女子八家将的创新艺术之美 深夜十一点了 排练室里灯火 为了认识通明 注意寻觐的按号 五六七 交叉 五六七八二二三四 高 身体往前 高一点 这些小女生都是女子八家将的成员 最小的十五岁 最大的也不过二十出头 全都是舞蹈科系的学生 尽管武力高超 但是团长还是不厌其烦 调整他们的神韵及姿态 对 好 挺起来 身体再开一点 不要那么低 再高一点点 好OK 这样比较凶 眼神叮叮好 凶一点 好很好 可以 在过去传统民间信仰中 因为男尊女卑加上生理限制 女性常被宫庙拒于千里之外 但是随着时代演进 男女平权 女子也可以接触宫庙事务了 十三年前 正宗艺术团团长方宗颖苦思 镇头文化的传承 发现要开展 永续 唯有创新 大破大理 那这八家将其实一开始 创立的时候 面临了很多的负品 就是被炒啊 然后就是说我可能 可能乱做啊 什么一个传统的文化 我把它弄得乱七八糟 颠翻倒式等等之类的 我只是想要把文化提升 把它做到 让人家可以认同 可以带到世界各地 在国际上 可以让很多地方认识台湾 就这样 全国第一只女子八家将诞生了 到剧间里 脸师一笔一画细细勾勒 浓木重彩的财笔 画出人格与神格的分界线 为什么是红色的眼睛 要要咖啡色 我要黑色的眼睛 黑色的哪一种煎饼 总体红色好看 然后隔壁都黑色 黄色 不管悲话的女家将怎么说 脸师的心中早有既定的脸谱 女家将开脸不若正统家将这般严格 规矩也少了许多 她们是掌管阴阳两届的范蟹将军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七爷八爷 等等 不对啊 这脸为什么只化一代 传统八爷将它是全脸 全是每一个人的角色 那我就不要造传统 那女孩子跳的当然就是一种艺术 那艺术的呈现 我就想说那是不是来开个半脸 让它凸显一边就是女生 那也是算一种是艺术的呈现 开半脸保留八家将特色 另外半脸则是长睫毛 眼影唇彩 就算只有半张脸也要美美的 每回演出前总是这一般 当疮理云病对劲贴花黄 不只在脸谱中暗藏巧思 就连服装法器等细节 也做了大幅调整 一般传统八爷将的话 它是打冰 打银骨 就是我们用打的 因为女生当然她的步伐 要看起来很好看 要很流畅 而且又有美感又有威严 所以我们改良式的 一个女子八家将的形距 就是长这样子 后面一个我看一下 后面就有很多这个铃铛啊 就是有刀啊 有斧头啊等等之类 发器变得精巧 服装造型变得鲜艳活泼 两个八家将在民俗信仰中的地位 以及庄严性不容打折 笑容 甜美都得抛一边 身为家将就要有家将的样子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八 因为我们是八家将 它保有这个文化存在 所以我们在这个眼神跟表情的部分 还是诠释以传统的为主 因为毕竟这个部分 还是要有一个威严凶狠的一个表情 不能笑 绝对不能笑 但是在严谨的训练 也难免碰上状况 当事人害羞一笑 把鞋踢走 立刻投入状态中 没有人注意到这段吊鞋插曲 因为音乐以下 每个人都会专注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这是一场特殊的线上演出 文化部为了配合疫情 推出积极性艺文纾困补助 没有现场观众 团员们仍然尽心尽力 很感动 也很好奇 到底是什么样的机缘 让这些小女生不跳街舞 不走流行路线 而是加入严肃的宗教阵头 因为我觉得八家将很帅 但是女生没有办法跳 传统男子的八家将 所以就来正宗立书船 刻板跳女子八家将 我应该是会继续跳 因为这是我有一个兴趣 因为我以前不太知道正头文化这个东西 然后就还蛮好奇的 原本正头都是 刻板印象都是男生在跳的 但是有一个这么特别的团体 女子八家将里面 其实是包含了很多中国舞的动作 例如呢 例如说有一些 旁飞燕啊 然后或者是一些 亮相的东西 对台湾疫症的热爱 让这群小女生牺牲玩乐时间 全力投入 但是女家将们也是有天敌的 就是太阳公公 要一直补防晒 然后就是要一直喷 然后就是很怕晒太阳 可是又不得不晒 你有沒有晒黑 之前有晒黑可是就是 想办法把它摆回来 并非每回出场演出都得耍狠 这一天 女将们陪同台南金鸾公妈奏 到麦寮拱饭公进香 團员们开开心心的说 今天我们是美丽的小仙女哦 不过我们发现在比八家将更凶 更威严的官将手队伍中 这个娇小的身影特别显眼 女家将已经很罕见了 但是女性官将手更加难得一见 她一直到卸除头盔才敢开口说话 戴上头盔的时候就是在工作的时候 卸下头盔才算是在休息的时候 才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尽管将台湾疫症提升到表演艺术层面 然而民俗信仰核心不可废 在传统和创新之间 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平衡点 并不容易 十三年披荆斩棘 从亲世 谩骂终于得到认同 團员们并不满足现状 他们还想为台湾疫症做更多努力 我想要把她带进去剧场 因为通常看到这个都会是在 什么表演区啊 或者是就是绕镜帐 我觉得好像可以把她带进去剧场 好像可以做一种不一样的创新吗 可以让就是国外人看到台湾有这么一个特别 这么帅的女子八家将 后子八家将 因为我想要把这些好的文化继续传承下去 台湾的多元与包容 成就这支美丽又庄严的队伍 摆脱竞技框架 期盼更多人看见台湾 兼顾了美丽与庄严 台湾的宗教义政也充满多元与创新 休息下我们还带您看看 这个台湾配音天后的故事 配音员幕后大揭秘 您已听过她的声音 举番卡通小丸子小新柯楠 原来背后的浑身视镜都是她 欢迎再度回到新闻思想起 影音文化的表演艺术最难的是 看不到人只闻其身 但又能清楚想象出身者 他的生动表情 今天节目就要为您介绍这位 台湾配音天后冯有威 她本身有超过34年的配音资历 她的声音您一定都听过 因为红片全球的樱桃小丸子 蜡笔小新还有名侦探柯楠 全部中文配音都出自于她 身后的配音底子 让她可以一人分饰多角 当声音的演员收放自如 配音作品更是不计其数 举番广告 电影 韩剧 日剧等等 通通都有 专业的她总是为每个角色 量身打造出独一无二的 招牌声音表情 那么今天除了要带领观众朋友 一起挖掘看不见的专业 配音员幕后大解谜之外 更要带您了解这位配音天后 她的传承经验 隐身幕后职人精神 对我来说 纤细的情感也许是天生的吧 事实上我们也是演员 我们是声音的演员 我最喜欢在地板上滚来滚去的 可是事实的真相只有一个 嗨 大家好 我是冯有为 今天我要来说我自己的人生故事 或许您可能不认识她 但是绝对听过她的声音 大家好 我是BlaBlaBla 大家都叫我小鑫 我今年五岁 最喜欢的颜色是白色 听出来了吗 这是日本动漫主角蜡笔小鑫 讲中文的小鑫 说起话来软软烂烂 而这样有特色 又有记忆点的声音表情 可是配音圈剖腹盛名的 资深前辈冯有为量身打造 另一位由她注入灵魂的 则是大小朋友都喜欢的 樱桃小丸子 因为她说话是这样要装酸鹰 可是小孩子说话 没有那么多邏輯可言 所以就算是在地板上滚滚去 让我长长中间会要出些反应 什么的 我刚刚都没呼吸 你有发现吗 所以真的很累 真的很累 除了得一鼓作气 还得时不时变换音频 语调 甚至得一会半老 一会分饰好几角 还有包括小丸子里面的美环 那个也是我模仿 人家说话的声音 然后把它再夸张化一点 嗨 很高兴今天接受访问 咖啡好好喝 我配小丸子的奶奶 那也是在我看了电影 软玲玉 里面有一个过世的影星 陈燕燕 我觉得 她那个说话方式 如果再稍微夸张点 那可不就是能配小丸子的奶奶吗 将日常生活的细腻观察融入角色 有着配音天后之称的冯有为 不仅声音转换收放自如 更细腻的表现出她嘴里每位主人翁的不平凡之处 一 二 三 四 五 二 三 四 三 二 三 四 四 配音员就是声音的演员 比方说如果是古装 你要去注意她的年代 她的说话方式 可能在里面拿着稿子的时候 咱们手都得这么端着 似乎才有些古装那味 但是如果是配到比较生气的 或者是比较激动的情节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自己拳头都会这样握紧 然后脸部表情也会这样很扭曲 在幕后工作也要演什么像什么 冯有为配音过的角色更是不计其数 不分性别 不分老少 从动漫卡通 外国影集到广告电影 她都能驾驭 但那雕琢的嘴巴功夫 还是有所矜持 我对那种情欲系我比较 比较无法克服心理障碍 因为我配任何角色 我都非常的投入 我直接跳进荧幕里 所以我就是她 那你想想 当他们宽衣解带的时候 我能不害羞吗 我就觉得大家眼睛都 盯着我啊 我那声音要我怎么发出来 我真的没有办法 或许情爱知识 对冯有为来说略显害羞 但说起配音 这份她爱了一辈子的工作 冯有为的眼神里依旧充满热情 每天早上 我要出门之前 我用热水洗头洗澡 然后在里面唱歌 我就知道我当天的key在什么位置 所以在出门前我就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工作真的让我觉得很快乐 动作要跟演员搭配 谁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扮演这么多的人生 这么多人的人生 而且有些人生是你甚至这辈子都不会经历到的 已经在配音圈打滚超过32年的冯有为 从毕业刚入行的小菜鸟 到现在后生晚辈敬重的冯老师 他肩负起传承配音专业的重责大任 进去 来 去 口罩要拿掉 好 进来吧 我们先从日剧开始 各位各位各位进来上课 你们有没有发现 在那样的日式的古装氛围里面 他们讲话很嘖嘖 脱得很长 好 好 好 你可以出点 你可以出点这样的尴尬的气声 就是要让我们说中文的观众看得懂 演员都演出来了 你不会看她吗 你不会学她吗 她像谁啊 来来来 听 不是在叫你配什么温柔的公主 你要搞清楚你这个个性 你要跳进去 圆接点 谢谢 来 再一个 气息调整学生的每一个声音 每一个表情 甚至动作 逢有为掩而优则道 更守护了配音工作 那份职人般的敬业精神 我们是幕后的声音的演员 目前的演员跟动画角色 观众追捧的是他们 我觉得我们幕后的人员 就是应该谨守我们的本分 配音的确有它的必要性 不要忘了有一些人 他看不见字幕 而有一些人 他可能是一边做家事 一边在看着电视 可是我会继续把我自己做好 进而影响我身边的人 我希望配音这个产业 我不希望它消失 一把嗓音千变万化 数个角色活灵活现 配音世界看似华丽 但逢有为选择 把光鲜亮丽留给目前 用它的声音渲染力 赋予角色新的生命 欢迎回到新闻思想起 艺术文化的感动 除了令人着迷 与赞叹的那一瞬间之外 更重要的 还有背后精神不灭 与专业技术代代相传 今天善的循环 星火相传 也希望您会喜欢 感谢加入 我是王欣怡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